我们已经进展到就是说蛮后面的时间 可是事实上在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里面呢 我们除了要分析时间 有年月日 这个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去跟你分享 还有像例如说 例如说以周季这些比较特殊的方式也跟你们分享 还有时间 一天之中几点会最多 这都是那个网站分析里面的基本知识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商业型的资料 我想分析到那个季啊月啊 这个单位就已经够了 这是你拿到资料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算年资 你的年资你不会告诉他说 我已经工作了50万个小时了 没有人这样子算 对吧 年资我们就我做公务人员 例如说做了三年会这样子来去使用 所以在做网站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需要学会 例如说星期一到星期天 哪一天那个网站的使用频率是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这件事 好那我就把早上我们做好的内容 继续拿出来来去使用 这边应该是这个 1月30号 好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资料 例如说有计算日的计算月的计算年的 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计算星期一星期之中 它的一个使用的情形是怎么样 好这边事实上没有什么星期一星期的星期三 可是我们来看我们的资料里面 这不是日期吗 有日期我们就可以新增加一行 去算一下它是星期几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去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然后新增资料行 因为每一个日期都可以算 它的星期 所以在这个地方 增加星期 然后在右边这个地方 我们就输入 要算星期几的话 应该是week day 要算第几周 那就是什么week number 第几周 就是一年不是有52周左右的时间吗 然后那个week number 就在算第几周 好那我们现在应该是用week day week day它又分 例如说第一个 你要先放日期 那怎么样去取用这个日期呢 用一撇去呼叫工作表 就是所有网站资料 这个表格 好一撇 接下来我要找日期 哪一个是跟日期有关 就是这个date 一个逗号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 1 2 3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个 sunday等于1 现在我是不是用这种方式 sunday是星期 是第一天 一周的第一天 然后这个呢 monday是第一天 好 我刚用的应该是 sunday是第一天 好 所以我选择1 又关5 然后enter 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是就帮我算出来 例如说 11月22号 星期四 对不起 应该是星期三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11月22号 是不是星期三 可以吗 因为 因为1的话代表是星期天 那如果说你刻意 一定要把它改成WED 那你再用那个 衣服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取代就可以了 不过重点 重点是 我现在要算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是属于星期几次数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来去 做出这一个统计 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就先点选 点选这个星期 就是有星期一到星期 星期天到星期六 可是它不是直 它应该放在轴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有多少的 例如说点击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的资料里面呢 以假日比较少人来去看 对不对 以星期天跟星期六最低 再来呢 星期三达到最高 好 就是一个星期里面 以星期二星期三比较多 大概有这种情形 这是不是就了解说 我的对象呢 他在观看我的资料的时候 如果说我今天我有新片 新的影片发布 可能是落在星期一星期二会比较好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你如果是在星期五发布 那后面有两天没有什么成效 OK 就是价值会比较少人观看 好 所以这是一个 透过 透过星期的角度来去观看 我们的一个网站 网站点击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好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其实我讲了这么多行为模式 其实我觉得大叔去分析 最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做出统计 统计就是算什么最大 最小 或者是比例是多少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会去思考到像网站分析里面 很重要的是时间 时间来去做一个分析 它这个是连续资料 星期天过来 星期一 这是连续资料 不能排序 不能排序